我们很多老板的生意怎么越做越小的 他本来今天要去谈个大客户 但是突然店里又来了一个洗脸的 他又觉得算了 这个客户已经到了 要不就先把这个洗了吧 然后就洗了两个小时 其实有时候你还是没分心 这个东西是不该你碰的 你不是忙那些员工也能忙的事 忙店长也能忙的事 他们能忙的事 你根本就不应该出现 我当年开店的时候怎么开的 你们用员工用店长都要这么用 店里分三个人 员工 店长 老板 当年没有抖音是大众美团 每个月大众美团好评榜第一热榜第一 投钱砸钱 一个月砸十万的广告费 然后每个月来两百个 来自于大众美团要文媒的客户 比如说98的皮肤清洁 或29块9的修媒 那么这所有的两百个 99要洗脸的永远是员工服务 店长不需要出现 我也更不需要出现 一分钟都不需要浪费 进都不应该进 所有99的客户全部交给员工 员工通过服务了以后 这个客人一毛都不申单 那这个客人就加在 员工的微信里就行了 如果通过员工的服务 这个客人生了一个680的会员卡 马上建群 建了服务群之后谁出现 店长 店长的气场会不会比员工更高 店长会不会更比员工会成交 王小姐您好 欢迎您成为我们3682位会员 欢迎加入蓝地扣 我是这家保安店的店长 刚才小红服务您的 日后呢 我刚才建了一个群 我也在群里 是您的VIP专属服务群 如果小红在忙的时候 没及时回复您信息 我都在群里 24小时为您服务 如果小红有服务的 一句话是把客户从员工手里切过来 那后来了以后 店长就持续跟踪 你养的店长 就是为了帮你挖大单的 对啊 是不对 店长在持续跟踪这个客户 每次啊王姐来了 今天做脸怎么样 其实我非常建议您 开一个全年清洁套卡啊 你看您脸上还有一点斑斑 其实我们家的皮秒 三次就给您弄得干干净净的 好 这个店长持续跟踪 跟踪了跟踪了 这个客户刷了一个19800的大卡 买了个全年清洁套 再加上皮秒 一上两万 马上告诉王小姐 王小姐恭喜您 在我们店已经累计消费超两万了 我把我们老板加到群里来 因为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黑钻会员 这时候谁出现 因为你确定过 他是能刷两万的大鱼 你才应该要出现 没到这一步 你作为老板应该要出现吗 不应该 出现了以后 你的气场和气质 是不是要比店长更好 一出厂就不一样 老衣服在哪买的 头发在哪的 你就直接要震撼到他 所以我为什么说 老板一定要漂亮 因为你到最后出来 是震撼到客户 要搞大鱼的 然后这时候一出来 王小姐 昨天他们跟我说了 您是我们的黑钻会员了 昨天晚上翻完了您所有的朋友圈 按照你的习惯和审美 我今天去迪奥的柜台 专门挑选了一款 非常适合你的迪奥型款口红 作为一个新的见面礼 送给你 人家刷了两万 你送个两百多的迪奥口红 是不是很好 这时候又展示一下自己的审美 展示一下对他的用心 然后说 小周小王福 你有不满意的 以及对我们公司有什么不满意的 随时跟我说 我帮你收拾他们 是不是立刻又把大客户 从店长和员工手里 切过来了 对啊对不对 切过来了持续跟单呀 你一出厂就问 哎呀什么这保养的这么好 手光针怎么打的 鼻子怎么打的 眼睛怎么打的 然后我就持续跟踪开单 后来给他开了一个 八万块钱的鼻子 开完了以后倒推回去 给服务他的店长 五个点 再倒推回去 给曾经给他洗脸的那个员工 再给三个点 这个时候这个员工和这个店长 都会说感恩老板为我打工 所以你会不会洗脸洗得更带劲 希望往后送的人更多 你会不会跟单跟得更带劲 希望送到我嘴里的人更多 请问我们三个人配合的 是不是环环相扣 各自不浪费各自的时间 各自都在自己最擅长的 领域平行线中 我会发现我们很多老板娘 一去到公司 啊这个客户指甲做得怎么样呢 啊记得给他做快点 哎那个客户的修复霜 有没有给他 哎张赛那个客户 水光针有没有忙完 啊就是他好忙呀 既然花钱养员工了 你就是要拿我钱 替我办我的事 拿我工资当店长 替我钱办我的事 不是来个员工我还要上 来个普通客户我还要上 你们俩再要把他们 全部送到我这里 到我这里 我在成家的大单 返向回去再给你们提成 大家是不是双向加持 老板要去帮员工完成 他根本赚不到的钱 就我希望大家 一定要思考一件事 创始人不要陷于琐事 你必须要思考的东西 是时间是最值钱的 不要盯着钱 盯着你的时间效率最大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